在以前拍的一部民国剧里,姊妹身穿一身大红的旗袍,衣服上绣着金色的喜字,看起来非常温暖又端庄。 在这部剧里,她和杨志高饰演一对,两人结婚时的照片看起来很喜庆。 姊妹的照片里笑得很淑女,看起来很符合她的角色,也很符合当时的背景年代。 第二张结婚照里,杨子虽然穿的嫁衣很漂亮,但是头发的造型却非常奇特,十足像一个非主流,而且身边带着大红线球的男人造型也是非常奇怪,两个人站在一起也是非常别人。 也无怪姑姐妹在这张照片里笑不出来了,毕竟两人的装扮实在是太人了,这谁被拍下这样一张照片,都是笑不出来的。 除了这些民国造型之外,姊妹在前两年有一部现代剧,这里她的性格古灵精怪,和男主角之间的感情,算是花喜仰家这一卦的。 两人在感情水道去撑之后,她和乔正宇一起拍下了婚纱照。 这张照片里,姊妹身穿一身洁白的婚纱,非常美丽,身旁的小乔也是以颜值见长的人,所以,这张结婚照,她笑得很开心。 虽然都是在戏里扮演情侣,但是姐妹和张艺莎的结婚照,网友们看了都觉得特别般配。 毕竟,她们俩算是青梅竹马了,两人从小就一起拍戏,在戏外的感情也特别好。 所以,大家左看右看,都觉得这张照。